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日透過《華爾街日報》和《日經新聞》 同大家跟進下今日 你必須要知道的國際新聞大使 Fortune Inside明白廣大市民對高質素科技 金融、政治資訊有極大需求 然為各位讀者提供全年字底訂閱優惠 只要以電郵策成為Fortune Inside Prime免費會員 並輸入優惠碼Net 2023 即可500港幣訂閱《華爾街日報》一年會籍 又為詳情請留意這條片下面的影片簡介欄 首先,對中國車企開刀不足以解決歐洲的電動汽車困局 中國正在電動汽車賽道上加速前進 歐洲對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的反補貼調查 就反映出這一身現實 但僅靠關稅還不足以讓歐洲汽車製造商不調隊 歐盟已開始調查 在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加速進入歐洲市場時 政府補貼是否讓其獲得了不公平優勢 於汽車行業對歐洲的重要性 以及中國競爭對手在過去幾年中迅速崛起 成為全球領軍者 歐盟此舉不足為奇 這也符合全球保護主義抬頭的大趨勢 這種趨勢在電動汽車及其電池等高科技行業猶新 據賓斯丹稱 歐洲純電動汽車銷量中有約15%是從中國進口的產品 但這寫進口電動汽車並非所有都來自中國汽車製造商 該經紀公司稱 特斯拉、Tesla、Ing 斯拉從上海工廠出口的電動汽車 中國出口電動汽車的30% 就連保馬、BMW、和賓士、Mercedes等歐洲汽車製造商 也在向其母國市場銷售在中國製造的電動汽車 在中國電動汽車行業掘起的過程中 補貼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 經過多年為汽車製造商和電池製造商 提供資金支持和優惠政策 中國已成長為全球最大的電動汽車市場 但現在一些優惠政策正在退場 例如政府曾為電動汽車購買者提供慷慨的補貼 但該計劃已於今年到期 不過電動汽車購買者仍可享受稅收減免 與中國許多其他行業一樣 地方政府仍在為製造商提供補貼 例如中國電動汽車領軍企業 比亞迪BYD-2200HK在2022年獲得了約人民幣147億元 約20億美元的政府撥款 這相當於比亞迪去年收入的3.5% 這些撥款大多與資產有關 可能是指建廠補貼等資金 但這些補貼作為收入在幾年內攤銷加起來 指該公司2022年收入的0.4%左右 約正利刃的10% 補貼和其他政策無疑幫助了中國電動汽車產業的起步發展 但中國的電動汽車製造商現在已經具備了全球競爭力 尤其得益於持續增長的中國市場 為他們提供了巨大的區模優勢 目前在中國售出的汽車中 大約每三輛就有一輛 試電池驅動的電動汽車或插電式混合動力車 而且在這其中除了特斯拉之外 其他所有最暢銷的車型都是中國品牌 中國龐大的供應商集群 包括電池製造商 以幫助降低了成本 瑞銀集團PBS的數據顯示 比亞迪海豹消轎車所用的零部件裡 只有7%來自於非中國供應商 歐盟此次調查 可能帶來的一個結果 就是上調中國產汽車的進口關稅 但不時一定會發生 中國產電動汽車在歐洲的售價 一般仍比在中國國內高出許多 但這國家徵關稅的威脅 仍有可能促使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 將部分國內生產遷到歐洲 瑞銀估計 如果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 將生產轉到東歐 則生產成本將比從中國 向歐洲出口電動汽車 算上目前10%關稅的成本 平均高出3% 貿易壁壘可能會阻礙中國電動汽車 在歐洲的發展 至少會有一點這樣的作用 但貴根結底 歐洲汽車製造商需要加快 自己的發展步伐 而不是寄望於通過政府 及外來競爭 增加一點額外阻力 來解決問題 另一宗新聞 中國經濟在現微約復甦跡象 中國經濟在經歷幾個月的低迷增長後 於下沒出現微約的改善跡象 初步證明 這一拖累全球增長的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放緩趨勢 正在緩和 但中國經濟尚未擺脫險境 中國領導人仍面臨房地產市場長期毀美 出口下滑 以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與中國關係緊張等一系列挑戰 中國央行週五下調了一項短期貸款利率 週四執下調了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 釋放資金用於向家庭和企業發放貸款 這些連續出台的措施 凸顯出缺冊層的謹慎態度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 中國經濟復甦要想站穩腳跟 需要政府和央行提供更多幫助 海頭雲貫Capital Economics 中國經濟主管 Julian Evans Pritcher 表示 中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 小規模的刺激措施 希望拉動房地產銷售並恢復消費者信心 但只靠這些還不救 在烏克蘭戰爭狗拖不決 消費者和企業艱難應對環固通脹和利率飆升的背景下 中國經濟的疲軟表現讓今年全球經濟雪上加霜 中國經濟若能復甦 將有助於緩解全球經濟壓力 但目前內看 驅動全球增長的引擎仍是美國和印度 中國國家統計局週五公布的數據顯示 8月份消費開支和工業增加值好轉 失業率進一步下降 8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4.6% 增幅高於7月份的2.5% 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4.5% 高於7月份的3.7% 8月份失業率從7月份的5.3%降至5.2% 中國在8月份宣布停止發布青年失業率數據 在16到24歲青年失業率升破20%後 這一年零段人口的失業率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 中國官員表示希望對這項數據的統計工作進行優化 投資方面的數據則不那麼令人鼓舞 特顯出房地產行業對國內經濟的拖累 今年1到8月建築和其他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3.2% 增速低於1到7月的3.4% 1到8月基礎設施和製造業投資同比上升 但房地產開發投資下降8.8% 民間固定資產投資下降0.7% 儘管投資指標疲遠 但整體來看 週五發布的數據仍顯示經濟增長在7月份前後足底後正在改善 不過整體經濟活動仍然低迷 最近的數據顯示中國銀行業貸款活動回溫 8月份CPI上升,扭轉7月份跌勢 7月,CPI下降曾引發人們對中國發生通縮的擔憂 2022年,左一寫大城市斷斷續續遭遇風控的情況下 中國經濟僅增長了3% 今年第一季度,隨著公共衛生限制政策的解除 經濟活動有所回溫 但第二季度,由於消費者收緊荷包且出口不振 經濟活動再度回落,環比緊增長0.8% 中國政府將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定在5%左右 相比近年內常見的快速增長 這是一個相對保守的數字 多數經濟學家認為,這一目標是可以實現的 原因包括去年的疲遠表現所帶來的比較基數效應 一些經濟學家表示,這一些新的跡象表明 中國政府有限的刺激政策正在產生一定效果 其中包括放寬部分城市的購房限制 以及要求銀行降低存量貸款而不止市新貸款的利率 中國央行則下掉了一系列利率 並加大對國內銀行的住資 本週,中國央行進一步的馬 預週五宣布下掉14天益回購利率 先前一天則宣布將銀行存款準備金率 下掉0.25個百分點至7.4% 釋放更多資金用於銀行放貸 中國央行上一次行准市載今年3月份 最後,美國駐俄羅斯大使 探視被關押的華爾街日報記者格什科為期 美國駐俄羅斯大使 週五獲准探視被關押的華爾街日報 The Wall Street Journal記者 埃敏格什科為期 Evan Gushkiewicz 這是格什科為期 今年3月被拘押以來 最近一次獲得大洗探視 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 在原名Twitter的社交媒體平台X上發貼稱 他仍很堅強,一直在關注新聞 包括他的父母本週在聯合國的路面 令Tracy到莫斯科列福爾托旭監獄 探視格什科為期之際 美國和俄羅斯的關係 韓志冷戰以來的最低點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和格什科為期的家人 週三在聯合國總部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 呼籲立即釋放格什科為期 Gushkiewi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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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shkiewicz